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敬畏神的审判 知道有罪不逃脱 即使没有地狱 也不得罪神 这是敬畏神的最高境界吗 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能是读了加尔文 论到那个敬钱的那个部分 所谓的敬畏神 加尔文所提到的敬钱 敬畏神 是指人经历到神的恩典 恩惠 因为对这个恩典恩惠的认识 心中产生对神的敬畏和爱 认识到神是慈父 我们所享用的一切 都是从祂而得到的供应 就不在祂之外寻求任何事物 我们想到 我一切的祝福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所以我渴望神 甘心乐意去侍奉祂 顺从祂 这叫敬畏 敬畏里面包含了对神的爱 因着对神的恩典的感知 发出的甘心乐意的 对神的那种尊重 爱戴顺从 而非出于恐惧和惧怕 惧怕形犯 而做出的那种自私自保的反应 并不是真敬为真敬钱 关于这一点 我们看到加尔文牧师在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论刀称义的时候 他也再次提到了 我们的顺从 我们的顺服 不是奴隶式的 而是儿子式的 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心 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惧怕 奴仆是奴隶吗 惧怕主人 随时恐惧战精的 小心翼翼的 怕做错事 得罪主人 但是儿子却不同 因为知道家主是自己的父亲 所以他心里面尊重又坦然无惧 虽然甘心乐意的去侍奉父亲 但按着父亲的吩咐去做 但是即便做的不完全 他也不至于惧怕 因为他知道父的爱 虽然这种爱不会让他造成他放荡或者放肆 所以这是不同的形态 真正的敬虔包含着敬畏和爱 因为对神的恩慈的认识 想到一切的好处都从此而来 甘心乐意侍奉他 不是因为地狱 不是因为罪的结果是有地狱的审判 所以不犯罪是因为爱神 知道他是恨无罪而可喜悦圣洁 所以我愿意顺从神的 这位爱我的神的心意 我因为爱他甘心乐意顺从他的话 不是因为怕犯罪才顺从他 怕罪带来的刑法才不犯罪 所以真正的敬虔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神的恩典的回应 甘心乐意的 爱的 不是因为罪带来的恶果 怕这种恶果给自身带来的影响 逃避这种对自己不利的恶果 出于惧怕才不得不远离罪 其实心里面一直恋慕着罪 想做求又不敢做 怕后果可怕 不是这样 所以真正的敬虔是出自对神恩典的感悟认识 然后甘心乐意去顺从他的吩咐 恨无罪远离罪 而不是出于惧怕或者自私的考究